玉理派出所先前接获预期农会信用部张主任报案 说一名84位的养老先生疑似遭到诈骗 要提领新台币100万元来修缮房屋 而老先生说要搭乘朋友的车辆前来领钱 张主任察觉有意 主动关怀提问出事修缮证明 而都没有 于是私下向玉理派出所报案 警方埋伏等假女友出面收钱后上前逮捕 而警巡后已涉嫌杂欺罪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你叫我谁啊 我叫你老婆啊 他需要你老婆 你要是在照顾 对啊 照顾我了 照顾我啊 你怕要领多少 领100万啊 要给谁 要领我上 这一百万要领我上 一名男子从银行领出来100万交给口中的老婆 远警在一旁阻止 因为这名女子疑似是假女友真扯手 玉理派出所之前接获了预期农会信用部张主任的报案 说一位84岁的杨老先生疑似遭到诈骗 要提领新台币100万元来修缮房屋 杨老先生说要搭乘朋友的车辆前来领钱 张主任察觉有意 主动关怀提问出修缮的证明都没有结果 于是私下向玉理派出所报案 本所得知后主动出击 处成便服警力前往埋伏 以塑胶带包装假钞来诱使谢嫌出现 待交付致计 专案小组义勇而上将其逮捕 请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专案小组来到玉西农会进行埋伏 交代行员以塑胶带包装假钞 并请养老先生不动声色拿给谢姓女子 等到交付之际 专案小组义勇而上 当场逮捕诈欺车手谢姓女子 玉理分局长林俊廷表示 就听信陌生人及网路上的甜言蜜语 假交友侦诈才是常见的诈骗手法 呼吁也请民众 如果遇到可疑不法情事 请立即提供相关犯罪情资来打击犯罪 记者高松松玉理正采访报道